唐大厨呢 今天教你做一道番茄肥牛 你看啊 这个食材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步的这个番茄汁 锅内呢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 我们把这个番茄酱啊 放入两大勺 然后把它炒香 这个番茄酱炒到这个出烘油了啊 这香味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放入少许的姜味 再蒜多放一点啊 然后来一勺葱花 然后我们继续给炒香 这时候我们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炒这个西红柿啊 一定最少炒两到三分钟 把这个西红柿啊 炒透 炒出香味来 好了 您看这个已经炒透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开水倒进锅来 这个配料呢 我们可以放一些我们泡好的粉条啊 红薯粉啊 或水晶粉啊 或藕粉呢 我们今天啊 加点藕粉 因为藕粉啊 泡完之后呢 稍微煮 它就口感很Q弹啊 很好吃 很滑顺 这样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焯好的啊 黄豆芽放进来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啊 加入鸡精 盐 白胡椒粉啊 我们量稍微足一点的 在开锅的时候呢 哎 我们放这个肥牛片 其实大家看了 就像蒜番茄汁那个啊 火锅一样 是吧 无非我们把这种食材组织到一个汤里而已 好了 你看 这锅一开啊 这个肥牛一熟 哎 我们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这个菜呢 哎 我们盛到一个器皿里 最后呢 哎 我们放上切好的啊 香菜段啊 好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哎 番茄肥牛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再给唐大厨点吧 谢谢大家 下属一个小肥牛就做好了 但是要再给我们 对 不会让我们玩在小肥牛腿里面 我们一起用的小肥牛腿里面